大家好,歡迎收看東網點評,我是豪哥 隨著歐洲疫情逐步放緩,如何安全地重啟經濟活動,成為各國政府頭等關心的議題 根據歐盟公布的方案,各成員國政府將會分三階段重開歐盟內部邊界 但距離全面重開,仍有一段時間,西班牙有學者就想出方法協助國家爭飲旅遊業的頭淡湯 西班牙最近有研究建議,可以按照受疫情衝擊的嚴重程度 在歐洲各地區,或分為紅色區域和綠色區域,先開放民眾在綠色區域旅遊 歐洲新聞台引述馬德里一間大學的研究報告 建議准許民眾在經歐盟機構認可不同國家間的綠色區域間旅遊 例如准許意大利南部和法國南部、希臘和瑞士間的旅遊 相關的區域如果要拿到綠色區域標籤認證 必須由當地醫院的入住率、新增感染率 以及病毒檢驗普及等方面,證明疫情已經受控 至於紅色區域內的高速公路,出口應該保持關閉 來自綠色區域的列車就不應該停靠在紅色區域內的車站 研究說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國家的經濟本來已經衰弱 加上這些國家主要依賴觀光收入 旅遊限制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雪上加上 雖然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歐洲的旅遊等行業 部分人被迫居家防疫,更加嚴重阻礙經濟活動 不過仍是有些與科技相關的行業受惠於疫情爆發 一起看看 大家在家裡沒有工作的時候,自然要找工作打發時間 英國廣播公司分析說,各地電影院因為疫情影響而關閉 令到網絡電視變成近期大熱 Netflix在疫情期間就增加了1600萬名新訂閱用戶 特別是很多節目,早在疫情前已經完成拍攝 所以並不影響新節目的相架 另一疫情大贏家是線上遊戲 因為虛擬世界,都可以為大家帶來慰藉 分析人士估計,線上遊戲銷售量增長35% 遊戲機銷售量增長63% 不過好景未必持久 新遊戲開發可能因為疫情而推遲 不過運輸就肯定是最大的輸家 英國汽車銷售經歷至194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有部分網上旅遊平台 在疫情之下營業額更加接近歸零 疫情後的經濟必然會受到衝擊 不過如果商人懂得變通 或者可以找到新的出路 今集東網點評時間差不多 多謝收看